2013年在一次大赛中 柳大华刘老师跟王天一又相遇了 这就是刘老师最后一次战胜王天一 再往后的这十年之间 再没有赢过一盘棋 输得非常惨 他直播的时候也说过来 对上王天一战绩非常惨 七手刘大华刘老师来了一手飞大象 王天一硬一刚猛的左中炮 红的上马 黑旗上马 红旗不着急挺兵 再跳一个正马 那黑旗呢先量鞠 红的出鞠 黑旗在这里选择了一手挺骑足 活动自己的马 制住红旗的马 那不能让人家两个马前兵都挺起来 红旗呢相应的挺起骑兵 黑旗平炮一秒 下一招准备充足 那红旗势必要把马跳上去 黑旗呢就越马合口 虎视中兵 红旗先补一勺 以后就有贴身闪身抓马的手段 直接交换 红旗呢也不客气 接受踩掉 黑旗打掉 红旗呢 出个贴身鞠 先摆脱这个黑旗对鞠炮的牵制 黑旗呢 补个箱 哎 红旗呢他并没有高居桌 他呀 寻入盒 那以后准备这样桌 吃住你 你这个族你要是往前冲 还一踩住又踩住了 那 黑旗呢就先来一个拐脚马 这样你在个中就不是抓双了 他护住中族了 那红旗呢就高横距 准备啊以后占肋 来抓你这个拐脚马 黑旗呢就来一手创攻而上 那红旗看你这个小马创攻了 中族没人管了 我平均 坐下你俩 阁下又敢如何应对 啊 他呢 也打个边兵 捞个实惠 那红旗肯定是不客气啊 把中族给他干了 他先补一手试 那红旗呢也没着急吃这个 他选择了先出去 不让你有健身局的机会 那黑旗一看 那你卡住自己现眼了 我再欺负你一下 冲个族 你不敢滚啊 一滚一开炮 立马结束了 那他闹大笑话了 大赛张送闷咕 红旗踩进去踩他一下 那黑旗呢也不客气 开炮 逼一开 这个装备我就说了 这河口这两个点 老是气色容易掉 该升级了 你现在你要是一飞 他给你一杀 以后陈底江下底炮 那这边队有攻势了 说说呢 红旗也不敢理他 进居 形成一个霸王居 哎呀那黑旗一看 你不理我 我还不走了 变族也不给你吃 挺起来 那红旗呢 借助去卡线眼的机会啊 他把你这个项口族给你踩掉 黑旗选择了一手 加底炮 现在这样埋伏一个底炮 其实呢 这招旗啊走的有些急躁 因为啥呢 你鼓炮难鸣啊 后边子力跟不上 红旗呢 你这个炮不多 我也不吃你 我调整马位 以后呢 马九进吧 铺你的槽 吹起这时候啊 把这个法拉利开出来 守住我槽的这个线 你守住了 将马上往里面铺 下不可要踩你了 哎 那他就借助这个鞠的养护 强行的伸炮 破坏你这个弹子炮的防御 那红旗呢 在这里呢 也没有闪 也不怕 我的霸王鞠 你凑不着我 被他 交换掉 黑旗呢 先打一枪 红旗只有落个势 黑旗呢 再把炮一吃 好像黑旗也挺厉害呀 这个鞠 把拉利瞬间已经杀到前线 而且呢 还看住了卧槽 这边鞠炮 随时闪击抽僵 好像 红旗不好办的 但是红旗说了一句话 天外飞仙 不是你王天一的权利 我也会 哎 杨阁相 来一手飞龙在天 把你鞠拦住 炮也不要了 你敢吃吗 卧槽 握死你 你抽我的鞠 不好意思 我霸王鞠 抽我一僵 我这个是你吃我去 我都不吃你 还是握一僵 握死你 那黑旗一看 人家这拦路他了 他没招了 他选择了 回一僵 那红旗不可能上帅呀 这个是 然后呢 他又打一僵 红旗再下试 黑旗再来一僵 红旗再吃个试 黑旗又来一僵 红旗再下个试 黑旗再来一僵 红旗又删个试 那你这怎么僵都没用啊 你这将来兼具 这个除了加点时间 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作用 走完之后 这都变招啊 参见犯规呀 他治个试 黑旗也不客气 来一僵 你要是上老将 他平居 叫杀 所以说呢 他选择来一手平居 垫住 那红旗呢 把炮高起来 以后 给你铁帽子一扣 就形成一个立体攻势 黑旗呢 是一个试 红旗呢 为马要队 黑旗 狗也不敢躲呀 也没地方躲 只有接受 红旗杀掉 本来刚才的这么 鞠炮臭江 这么一个鞠杀出来 好像挺厉害 啪啪啪 转眼间一番交换完之后 鞠炮分家 人家的鞠马炮啊 反而啊 攻入了前线 形成了一个 海路空 立体攻势 飞旗 在这里 选择了一手 吃相 赶快来防御 支援这边 那个红旗呢 走到这儿 是选择了一手 平炮 这个旗啊 可以考虑先平鞠 你要是韩式走鞠 我下一招 我就打你的足 这样我就节省一步棋 红旗呢 走到这儿 它是先平的炮 先平的炮 现在踩着鞠 你这个鞠 又不敢过来 叫抽来 因为这边 跳一江 韩式杀 它还能回来 人家这样的黑旗的 鞠马炮 我就说啊 是分家了 尤其是这一个炮 我就说了 孤炮在前 也没办法回去 参与防守 红旗 这时候平过来 又瞄入这个小马 退起 选择一手落相 那红旗这时候啊 选择一手大足 那这样我就说了 他这个在这里啊 这个炮啊 就属于浪费了 刚才应该是先平据 这个次序啊 走得不精准 退起呢 退炮 红旗呢 底下打一江 打一江之后 很痛苦啊 这个象又不能飞到边上 要不然把炮打了 就往中间飞 往中间一飞 这个区呢 又掩护不到 也掩护不到这边了 底下又出现毛病了 同期平据 准备啊 要抽 退起 只有选择出老将 同期打一江 退起 等他来一手上将 红旗 退炮又一江 退起呢 把这个事啊 弄到上面来 那红旗呢 平均 坐一下这个小马 退起上马 红旗呢 在这里打了几江 你刚才将了我几下 我逮着机会了 我也得过过瘾 再将你几下 再将 再下 再将 再上 这个 将了几下 过完瘾之后 坐他的小马 这时候啊 退起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是选择了一手定马 这个旗呢 无论如何 应该先高居 坐一下马 让这个红马定位 以后呢 再把马淘开 你要是吃 咱就吃 交换了之后啊 他就 仅仅少一个试 以后这俩兵都没过河呢 进军一吃 和其啊 问题不大 走到这呢 黑吉啊 是选择了直接进马 那这招其 是一个致命的败招 红旗呢 打一将 黑吉 下老将 哎 红旗逮对机会了 在降临几下 过过瘾 完了之后 小马一退 那这个小马 他借着采鞠的先手 把这个象一吃 鞠马炮 立马呢 就形成了一个合力 黑吉啊 就难以抵挡了 他选择了一手高鞠 那红旗呢 把象一采 这个象一采 非常毒 下一招退一将 你一落势 把鞠踩了 黑吉呢 赶快 行过来 对炮 红旗不对 躲开 黑吉呢 选择了 割住一将 这个就速败了 他 顽强一点的话 应该割到这 但是割到这 人家这个一将 一将 把鞠抽了 你最后也是 拿崴败局 这样一将 这个旗呢 就速败了 红旗呢 选择一手 出帅 黑吉一看 我也得住机会了 我也来 再来 将将你 进局一将 上来 再一将 下来 再一将 上来 他在这里啊 该他了 也来个9980一将 降完之后呢 他选择了一手 新鞠 盯住这个炮 其实他退局盯 新鞠盯 这个已经是问题不大了 红旗退一将 飞机老剑下不去 只有下尸 最后啊 回马一将 这个 王天一就 受责任负了 为啥呢 你这个老剑啊 你不管是上还是下 人家把你这个 忠实一吃 巨战花心 下一招 下一招 跳马江 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 这就是 刘老师赢了这盘棋之后啊 本来是很高兴的 但是他不知道接下来的这十年的命运里面呢 十年的测了时间 没有再赢一盘棋 他如果说知道 以后再赢不了一盘 不知道当时还高兴不高兴了 我们下来的 打完 货 照号